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南部开讲 我是吕宗芬 在今天我们的本土新增的 这个COVID-19的病例 连续第五天加零 我们今天也是同样 要跟各位一起来关心这个疫情 那连续五天加零 是不是表示不逃的 这一个院内群聚感染的事件 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呢 那接下来就是春节的连续假期 春节连续假期除了境外 很多人会返乡之外 岛内国内的很多的 这个不同区域之间 也会有大量的 这个民众互相的这样移动交流 那到底在疫情当前 这样子大规模的交流 我们应该如何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保护自己 那有哪一些可以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都邀请三位专家来为各位解析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 我们今天的现场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 意大医院内科副院长 林俊龙您副院长 副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来宾是 我们高雄县医师公会的理事长 王宏裕 王医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来宾是 高总市立民生医院医疗副院长 林俊佑 林医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三位医师百忙当中 都到我们摄影棚来录影 非常谢谢大家 那同时也要借重他们的专业 好好的来帮我们解析一下 这个疫情从年初 从也不是年初 是前年的年底了 到现在超过一年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大家在生活当中 我们戴口罩 勤洗手这样子努力的抗疫 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大流行的维生呢 等一下三位专家 都要好好的来跟我们分析解析一下 那节目首先 我们先来看这个VCR 我们先来重新的了解一下 布陶的群聚事件 它的发展 还有我们现在 是不是可以乐观神圣的来看待呢 我们先看VCR 陈姐即将到来防疫绷截神经 近期布立陶原医院 发生群聚感染 扩大隔离 总统蔡英文在这个礼拜三 发表谈话 要大家保持信心 相信专业 爆发院内 群聚感染桃源 为了降低社区船部风险 市政府也上井发条 进行隔离监控 环境消毒等工作 多个确诊者足迹到过的地方 消费人潮也变少 有其近期又遇到 犯台过年的人潮增加 市府预估 这周是入境高峰 监控防疫人数 可能超过一万三千人 在一月二十八号返台的高峰期 那最高会到达八千人左右 那防疫旅馆的部分 那么我们目前还有余裕的量 未来两周将涌现南北返向人潮 交通部针对双铁 原则上禁止饮食 高铁并规划停卖自由座 止卖对号座 并评估增加更多班次指引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升温 确诊人数破1亿 加上本土疫情假期 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 禁止外籍人士入境 将延长到二月底 专家也认为 至少要等农历春节过后 边境政策滚动式调整 才比较安全 所以我们在国内的 这一波本土疫情 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说桃园地区 就是不桃的这个群聚的事件 它到底怎么发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群聚疫情的关联图 这个图可能大家 这几天也都一直重复在看 但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已经连续五天 在这个图里面 没有出现红色的原点 就是没有新增的病例 那可是这个群聚事件 让大家非常在意的 就是说这是首例 就是有医生在工作的过程 遭受到感染 那整个群聚包括医生 护理师 看护 还有病人 家属 总共有15个人确诊 然后这个指挥中心 在礼拜天就是扩大 整个框列了4000多人 这个也是创下记录 那所以我想首先先请教 林副院长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连续 五天零确诊了 你怎么看 应该是说零本土确诊 就是你怎么看 部桃的这个群聚的事情 它是不是已经到了尾声了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 事件的经验当中 有哪一些面向 可能我们未来在因应这个疫情当中 可以学到的 可以需要检讨的 来 林副院长 那目前部桃的案例 大概已经传播了四五波左右 那以目前数人而言的话 大概所有的病人来源 都是指向812 那其中医师被感染 那个指标案例是838 到目前一般 因为目前大部分的文献指出 新冠肺炎的潜伏期 大概是五六天左右 所以五天已经没有一些 新案例产生了 代表可能就是他整体而言的话 传播链大概已经阻断了 所以我是比较审慎乐观来看待 这个部桃的一个群聚事件 对 因为他一下子就是超紧张 就是把四五千 一开始还是说要这个居家隔离 五千人 可是后来昨天那个 陈时中部长也有说明 就是为什么那时候会预估这么多 就是因为他们估算了 就是除了病人 然后陪病的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家人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陪病的人通常就是同住的家人 所以后来实际上真正整个框列下来 就是列入居家隔离也大概不到四千人 所以王医师就这个 其实让我们紧张了一整个礼拜 可以放松了吗 其实所谓我们通常我们有句俗话说 一传十十传百 那我们这个是算科学算R0子 那你说一传三 那三传九 九传二十七 可是我们看这个十五个人里面 我们有九个人是在院内被传染的 六个人其实也不是社区传染 我都喜欢说是家庭传染 在家库里面 所以他不是跑到社区上去了 那别的国家是好多好多病人 病人你得到了 他说你在家 你严重再来医院 那我们是全国之力 在阻绝这个群聚 那我们的本来台湾的卷宝就做得很好 医疗就都非常好 国民的素质也很好 所以我都觉得说除非硬气很差很差 不然的话我都觉得说 我们应该是挡得住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是在武汉肺炎 在台湾的整个疫情里面 第一起有医师在工作的时候确诊 所以在医院医疗院所里面 这个感染控制也受到关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布桃群聚事件之后 高雄市呢 他也在医院还有 包括裁检医院跟隔离医院 他整个感染管制 也有一些强化的作为 首先就是给医护人员一些支持 在医护人员的健康管理机制的部分 就是特别再次的强调说 如果医护人员出现呼吸道症状 腹泻或嗅味觉异常这些症状 必须通报你的所属单位 然后回原来的医院就诊 然后接下来就是 照护COVID-19确诊个案的医师 要专责专人 然后不要再执行会诊或是门诊 就等于是真正更加强调说 要落实这个隔离隔开 所谓分仓分流 就是照顾确诊病人的这些医事人员 就把它固定下来 那接下来就是建议专任 医疗小组的成员 要避免参加会议或者是聚会 然后医护人员呢 如果因为医疗照护 所以导致你有一个 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 那这段期间 医院方必须提供公假7天 就是让大家可以安心 那最后这个部分是 加码的这个防疫津贴 加发春节的防疫津贴 每日500到1000元 然后如果被匡列到居家隔离的话 那会有未住进3万 那万一就是不幸确诊感染 会有未住进10万 那这个部分当然不止高雄市 其实各县市包括桃园 或者是台南不同的县市 他们各自都有 给医护人员一些支持的方式 那所以我接下来想要请教林医师 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一次的 这个群聚感染 我们一直讲说 希望可以在当中学到一些事情 那布桃的这一个群聚 大家会觉得有很多疑惑的 就是说他跨越不同楼层 甚至不同洞 比如说有一个外籍的看护 但是好奇怪 医师去这个确诊医师 去照顾他的雇主 帮他抽凶水 结果他的雇主没有确诊 结果是他确诊 那最后引起大家 整个大紧张的是 在12A 就是最后889 890 这两个病例 他是在另外一栋 本来被看成是一个干净区 是绿区的地方 居然也出现确诊 那是不是整个医院的感染控制 有一些漏洞 我们要去弥补他 你怎么看这个过程 是这样 就是说在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 其实当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很关注的一个焦点 就是他到底是 透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传播的 那目前大概知道 除了这个飞沫 还有就是有所谓的这个气溶胶 这样的一个途径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常常 比较不是那么直观 容易去注意到的 就是其实他也会 透过这些环境的媒介 来做传播 所以当然这次的这个事件里面 大概也让我们再次去看到说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戴口罩 就好像这个天下太平 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讲 尤其是医疗的这个人员 其实我们在执行这些业务的过程 或者是甚至我们民众到医院里面来活动 看病等等就医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的手部的清洁 也就是我们再三强调的这个 用酒精来正确洗手的重要性 它也是非常重要 那再一个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场地管理 包括医院的这个环境的一个管理上面 整个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清洁跟消毒 它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大概这几个关键把它汇整起来 我们才能够有效的阻断 包括飞沫 包括气溶胶 包括甚至透过环境的媒介 间接的去传播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一个风险 对因为其实台湾 我觉得我们在医院 就是即便是在武汉肺炎进来之前 我们的医院其实医疗院所 已经都有很基本的 这个感染控制的作为 比如说你可能你住院的时候 每一个病床的那个床边 都会有一个干洗手 我看很多护理师就是非常 那已经是反射动作了 或者他来照顾这个病人的时候 他会先压一下 手搓搓 然后照顾完他可能又再压一下 手再搓了之后 他再离开这个病床 那可是我接下来想要请教林部院长 就是说那可是这次有一些群聚 大家会怀疑是在护理站里面 是不是说护理人员 我们可能在照顾病人 或者是医生 我们在照顾病人 这个时候很有警觉 可是当他回到他自己的工作场所的时候 我看有一些调查就发现 护理站这是国外的调查 可能护理站的那个键盘 可能是最脏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共用的 这些办公的用具 可能是最脏的 那院长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医院里面 我们一般难免你生病 你要到医院去 可是你可能要搭电梯 按那个按键 或者是电扶梯 有一个扶手 这些我们都不摸吗 还是说这个可能从医院的管理端 也有一些可以弥补的事情要做 那一般在医院的一个感染环境控制 我们要求就是某些地方是我们会要视为干经区 某些视为污染区 举例而言我们在照顾病人 接触病人或是病人环境之后 我们离开病室的时候 外面都有干洗手艺 甚至洗手艺 这边洗完以后才回到护理站 那护理站才会接触护理站的环境 包含电脑键盘这一些 所以护理站必须要视为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在医院的各种查核 都严格要求这一方面 那当然的话 有时候会避免一些 没有遵守规定的人带回来 所以护理站的一个环境消毒也是必须的 那各位观众 如果到医院的一个电梯 或是手舞梯会看到 就是都有贴一个单子 就是请勿戴手套按电梯 对 这目的就是 这是给护理工作人员看的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对 那原则上 当然平常在会戴口罩 就是医疗同仁 那这些因为我们手套 要视为是肮脏的 污染的 对 所以如果标准座位 应该是手套要偷掉才可以按电梯 所以在一个良好的控制环境 医院的电梯 不应该是要带有这些 一些污染的一些菌 但是跟刚刚一样 就是怕有一些不必要的 一些细菌或是一些人员 没有遵守规定 所以现在包含这次新冠肺炎 来席的时候 也都要加强这个环境消毒 包含电梯 手扶梯 像我们要求就是一小时 要消毒一次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频率 因为在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看部桃的 这个群聚事情的时候 我看记者会有 记者用不同的问题 问过指挥中心 因为这些确诊的案例 他有七楼的七B 有十B有九B 看起来是分布在不同的楼层 然后后来又出现十二A 又是另外一栋 那特别是在十一楼的 那个医护之家 护理之家 大家一直在问说 他为什么整栋都红区 只有他是绿区 那大家的疑问 一般民众发出来的疑问 就是他共用电梯 为什么他是绿区 可是指挥中心的回应是说 电梯是干净的 所以他不能视为是被 他不能因为公用电梯 所以就视为被污染 这个是不是 林医师 这是不是我们的认知 跟医院实际的管理当中 他其实有一个落差 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应该是说在许多的医院里面 其实在防疫期间 因为大部分医院 他的使用的电梯 在同一个梯厅里面 他不会只有一步电梯 所以其实他在很多的 这个病房病室的一个管理里面 他在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动线上面 他会做到一个分流 所以这个确实要看 各家医院他的一个规范 如果说他这个电梯 在楼层跟楼层之间 他的一个运送 他是有一些的限制 或者是他有一些的 分流的措施的话 那确实我们不应该 把它视为是一个污染区 那当然 难免有一些临时的状况 或者是一些例外的情形 所以就像刚才林副院长 也有提到的 这个环境的清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 一而再再而三去 补强的一个区块 所以一般的电梯 我们应该是遵照 这个医院里面的一个规范 到底哪一部电梯 我们可以到哪一个楼层 这个应该是要有一个 明确的一个分流的措施 所以这就是医院的管理 那民众进去 我就是照着这个管理去做 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对对对对 好那所以我们再来看 就是高雄市的这个医疗院所 在防疫的部分 也有一些升级 因为我们刚刚这样谈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有机会 因为你总是会生病 有各种需求 你会到医院里面 那但是医院又是一个 高风险的地区 所以在这一波的 医疗院所的防疫升级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重新再强调 你只要进出医疗院所 包含诊所 都要戴口罩量体温 然后要干洗手 那也是要刷这个健保卡的 注记 因为这一次 在布桃曾经住院的 这些病人 他在健保卡也都有注记了 所以也是要刷健保卡 那再来就是在 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如果有发烧 上呼吸道 或者是肠胃道 等等的症状 不要自己就医 然后可以打 高雄市卫生局的 这个专线 07723 0250 然后卫生局 就会协助病患来转诊 或者是采取通讯诊疗 通讯诊疗 这个就是这一次 特别有开放的 那最后就是 在住院的病患 只能限制 有一位陪病 然后探病的人数 有限制 每日一次 然后每次一人一小时 那这个可能要先预约 那特别强调是 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不能陪病探病 那比较会受到关注的 就是探病这一块 因为指挥中心 已经宣布说 2月9号之前 北北桃要禁止探病 北北桃的地区的医院 都禁止探病 那另外台南市 他也宣布说 在228 2月底之前 医疗院所和护理之家 都禁止探病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稍微约略的 在这个资料里面 呈现给大家 但是提醒观众 就是如果你有 最好是不要啦 但是如果真的是 有探病的需求 或者是家人 要看医生住院等等的 这些相关的规范 可能要去跟你 住院的这个医院 去确认 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不同的医院 它的管理的规则 其实不是那么一致 所以可能你要自己 去问这个医院 才会比较清楚 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 王医师 就是说我们重新 我们刚刚看 这个防疫再升级 但是其实说来说去 就是勤洗手 戴口罩 然后量体温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照着 这个防疫新生活 就让他常规划 这样做就好了吗 我们刚才接受 两位专家的意见 就是所谓的媒介传播 因为889跟890 我们一再想 它怎么被传染的 对 就感染途径不明 那感染途径不明 我们认为媒介传播 4mate是最有可能的 就是有个人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干净 他按了电梯 那下一个人就按了电梯 去了那个地方 那或是说有的人咳嗽 他脏了 他没有洗手 然后他就又到了12楼去 到立区去 那所以我们有一些专家 就很希望说 我们有一些消毒手的消毒点 举例来讲 我从我的车子到公室来 那我就先消毒 竟然我比较干净 我离开公室的时候 我一定再消毒一次 回到我车子也是干净的 就是说你到两个地方 中间一个点 你都消毒一次 就是刚才专家讲的 但是这个摆密总有一书 有时候你会忘记 有时候你一急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忘记 减到最低的程度 这个才有可能 那话说回来 其实高雄市算硬血很好 陈其迈市长本身是医师 一年前他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他就专门在做这件事 卫生局的房局长也很认真 你大概不知道 他们认真到什么程度 1月21号 我们就是两位专家 跟我都被叫到卫生局去 我们就开个房医会议 完以后就记者招待会 那那个时候 他就一直强调这些事情 然后强调说 我们到医院去 一定要带IC卡去 过卡 那他可能要看说 你是不是国外回来 你是不是自主管理 甚至你是不是 从物理桃医院看病回来 那这些人如果又有 新冠肺炎的症状 那我们就不要让他进到医院来 或是要经过那个急诊 或是说他专门感控的 一个路径进去 对 那这样子的话 1月21号宣布 1月22号 我们医师在甘山国军院 我们是梅花座有一个演讲 那演讲厅很大 那大家可以做了三一点 通讯院的副院长就很担心 我们这些医生 没有带IC健保卡去 不能进去 我理事长就先在我们甘山医院 那里说 明天大家都要带健保卡去 那每一个医生都乖乖带健保卡去 我们就插卡 表示我们自己很干净才可以进去 所以一天之间 我们就可以大家都很守规矩 做得很好 那所以我们在 就是我们对那个规范 规范其实很内化了 这一年其实都是这样做的 而且1月21号 他还宣布了一个新的TOCC 那这个TOCC旅游室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国外了 他给你加一个14天内 去北部出差旅游的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1月20号去新路开董事会 去台北 所以表示我有点风险 那另外的话 职业别 当然就是跟医院有关系的 都是都要小心 那接触时就是你 如果你有国外回来的 那还是有自主管理的 你自己都要格外小心 那当然最后就是说 你是不是有群聚 你只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就是有风险 你回来一定是洗手 那大概大家不知道 我1月20号去新路开董事会 1月26号去公事 十日台回来 回来第一件事情 马上洗手洗得干干净净 全部换新的衣服 我妈妈说 你怎么连头都洗了 这个就是 很有洗手点 模范神标准规范 从外面回来要全部洗干净 只要我们每一个病人 都自律得很好 每一个国民都很自律很自爱 那这样我们就不容易 向国外传播的那么厉害 所以当然是戴口罩很重要 勤洗手很重要 甚至我这次忘记带那个 随身带的消毒酒精 那另外的就是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就是要很有警觉性 那当你有那些症状 以前大概就是花烧 嗅觉上市 拉肚子 现在多加一个流鼻水 在这就比较麻烦 当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最好是你不要这样滑滑石 不要跟人家共识 去吃一堆东西 你就是稍微自我健康管理个几天 那如果五天七天都没事了 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如果大家都很自爱 很自律 我们台湾就可以继续过着 很好的日子 对 王医师给我们打气 就是说我们 如果还有点时间 我再讲一下 1月20号 因为我们医师公园 就常在开会 最近都视讯 你们都高风险 你都疑心 我们最近都视讯 我很久没有去台北 1月20号去台北 视讯 坐在高铁上我吓了一跳 好多人在吃便当 我刚才可以吃便当1月20号 回来的时候 台北车站的广场 现在有个聚会 没有人去先领个便当吃 那聚会还没开始 我真的吓了一跳 我说 来帮你这家喝大 高雄市真的很谨慎 很小心 结果我1月26号去台北 就全部都跟高雄一样 现在就大家都比较自律了 最大的原因是 因为快要过年了 过年大家会松懈 过年我们有很多国外 要回来过年 所以这个大家就会格外的谨慎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慢慢严格一点也好 过年以后 如果我们又像以前 200多天没有本土个案的话 我们大家又可以过着 比较如意的生活 先忍耐一下 可是刚刚王医师讲的 这个接下来可能不行了 因为双铁 未来在这个车厢上 已经不能再饮食了 除非特殊状况 你拿下口罩 可以喝一下水 吃个药 不然不能再饮食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回来 我们再来看说 春节防疫期间该注意什么 那再来就是 我们好像看起来 这个疫情有点 怎么讲 就是有乐观 有好消息 对不对 本土已经连续五天加零 但是好像国外这个病毒 一直在不断的变异 这个不断的变异的病毒 会成为我们的威胁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回到现场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我们接下来先来 看一下这个VCR 因为接下来 除了返乡人潮 从国外回来之外 在台湾春节连续假期 总是不同区域的人 也会有大规模的 这个互相的流动 那到底春节的防疫 该注意什么事情 我们先看VCR 每年大年初六 三峡清水祖师庙的 重途系庆典赛珠宫 今年由于布陶群聚感染 疫情升温 扩大居家隔离任数 遍布各县市 因此新北市长侯友宜 宣布停办 打破200年的传统 台中市也宣布 包括天津 一中及逢降商圈等 三大牛货大街活动 以及原定 二月八号举办的 东式新丁板节 都将取消办理 嘉宜城华庙 过去免费发放钱母 也改成民众必须捐 香油钱才能领 有条件发放 避免群聚 昨天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主办单位规划将现场人数 下修到7000人 展位从900个限缩到500个 并全程禁止饮食 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除了28号到31号 为期四天的台北国际电脑站 2月4号到8号 还有一场台北国际动漫节 往年都吸引数十万人流进场 更有整夜排队的行情出现 今年业者将强制禁止夜间排队 力求如期举办 各县市政府也陆续宣布 缩小春节活动 减少寒假客服与社团營队 希望减少人群聚集 让全民能过好年 又能提高防疫警觉 这个新冠肺炎在全球 从礼拜三开始已经统计 全球的确诊人数已经破1亿 然后死亡人数已经到达 217万 超过两百万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行 那可是在台湾 相信之下就像纽约时报讲的 我们就像在平行时空 虽然这一波的这个本土的医院的群聚感染 让大家很紧张 但是整体上跟世界各国比起来 我们都仍然算是好的 但是即便如此 大家过这一年也是蛮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过去对于这种疫情 流行病的最惨痛的经验 就是2003年的SARS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2003年 那个时候的SARS的状况 当时在3月14号 台湾就出现第一起病例 然后3月17号 卫生署成立疫情指挥中心 那在3月28号 SARS被列为法定传染病 然后就暂停前往中港越 有一些这个出境的这个限制 然后在机场呢 4月10号就开始机场来实施这个 就是入境的旅客的量体温等等的 那在4月22号 和平医院有7名的医护集体感染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而且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 也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现在的整个疫情指挥中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体制 那到5月的时候 前卫生署长李明亮出任防疫总指挥 然后6月才启动 非常彻底的启动全民量体温 这样子的运动 那6月17号 台湾从SARS的旅游警示区除名 这是美国的旅游警示区除名 那在7月5号 台湾正式的在WHO的这个登录里面 正式从SARS的感染区除名 那整体来说 台湾在那次总共有346个人染疫 37个人死亡 包含有十一位医疗的相关人员 可是你看这个过程 3月14号开始 然后7月5号 就是在这个半年多的时间 那我们接下来回顾我们这一次 COVID-19的疫情 从2019年的12月开始 那个时候 我们12月31号就有警觉 要在中国武汉的这个直航班机 要登机检疫 然后1月20号呢 就成立了指挥中心 1月21号就出现病例 这跟SARS不一样 SARS是出现病例之后 我们才成立指挥中心 可是这一次 其实我们已经对于这个传染病 病毒传染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有警觉 所以才会有这么早的登机检疫 然后成立指挥中心 接下来就出现了 就是第一起的病例 然后因为跟中国的交流的关系 当时两岸的有很多航班都 一方面当然是中国的武汉封城 另外一方面是航班 也很多都暂停了 所以在2月就有首班的武汉包机返台 那2月21号 那个时候是钻石公主号 就是在海上漂流的这个邮轮 他也有一个群聚事件 最后停泊在日本 然后所以2月21号 是钻石公主号上面 我们台湾的旅客 从华航从日本包机返台 那在3月4月呢 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大量的境外移入潮 那个时候的高峰就是在某几天 甚至一天会新增到20多起的病例 然后4月18到5月4号 就是盘石舰的这个舰上的群聚感染 总共有36例确诊 那接着盘石舰之后呢 5月到11月 我们就度过了一个解封 在疫情当中稍微放松的时间 然后到11月之后是开始 大家发现我们家世移工 很多来自印尼的朋友 虽然他有登机前三天的阴性报告 PCR阴性报告 但是他仍然入境的时候就确诊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开始 对于印尼移工 对于菲律宾进来的移工 有很大的警觉 那12月1号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到12月20号 纽级机师他的这个航空器的群聚之后 我们的两百 连续两百多天的本土零病例就 被被打破了 就开始出现本土病例了 那新的今年2021年的1月1号的规范是 外籍人士全面禁止入境 然后到1月中旬 不逃的这个院内感染 那就一直发展到现在这样 那我想请教林副院长 就是说我们从这两个事件来比较 你看SARS他是很快的就重症 然后会进到医疗院所里面 可是COVID-19反而他轻症 没有错就是轻症比较多 甚至会有有统计说三十几percent 或者是十几percent是这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好像他不会那么严重的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但是反而会造成疫情更不容易控制 大家更要比耐力 你怎么看这两个不同的病毒 然后我们在防疫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防疫新生活 应该怎么样来面对COVID-19 那SARS的经验我觉得给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造成这次防疫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那SARS跟这次COVID-19有几个很多的 有几点不一样 其中第一个的话SARS的死亡率大概是十percent 对那这次大家知道COVID-19死亡率 全球的话大概是二点多percent 那第二个因素是当年SARS是来得很急 去得也很快 那这次的COVID-19的话就是 整个过程的话看起来目前大概一两年内 也不会有消失的一个现象 所以还没有到尾声 对大家都很期待 还要再撑一阵子 那时空背景还有一个不一样 以前SARS的时候台湾整个一个防疫系统 事实上还没有很健全 包含整个一个软体硬体 还有一些战略物资口罩 防疫事实上都还很缺乏 那再来的话目前我就觉得还一个很大差 以前SARS的时候缺乏很有效的一个检验方法 因为目前的检验方是RT PCR的话 现在在CDC的一个辅导下 台湾很多医院都可以做 以前SARS的时候几乎都是靠专家经验 然后确诊病例才送一些北部的一些实验室而已 所以造成只要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大家都风生荷育造成是一个认为是一个SARS 所以因为不确定性的一个诊断造成 无法确定的一个隔离 跟一个有效的一个措施 所以造成整个防疫上的一个困难 那这是因为在之前SARS经验后 我们整个台湾的话包含很多措施 包含感染科医师的一个大量增加 还有感控物理师的大量增加 还有每年都卫物部都委托包含感控查核 那每四年的话还有一个医院的一个评鉴 所以事实上是层层关卡在准备 可以说我们是准备了17年来准备这个战争 对 可是我们在这一次 因为他真的是撑太久了 就是有人开玩笑说COVID-19都21了这样子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不同的国家他都有很大量的这个确诊人数 就很大量的感染者 所以病毒就一直不断的在变异 从像我们这次布陶 就有医生就提出来说 他的这一次的这个潜伏期也缩短了 然后传播速度也变快了 然后因为这一支病毒 他已经不是去年 从武汉出来的那个野生的病毒 他已经经过很多的训练 在不同的人的身上 然后他也会演化 使得他的传播力越来越高 越来越强势 那接下来大家再看的 就是像英国变种病毒 或南非变种病毒 甚至巴西这几天也有他的变种病毒 那这些病毒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疫苗 疫苗没有效 或者是说我们整个防疫的这个动作 需不需要有一些调整 那副院长你怎么看这个病毒的变种 他这个是正常的吗 还是说因为你就是大流行的 那我他就是自然病毒也是要生存 所以他就会变成被人训练了之后 他就越来越强势 是这样吗 其实从微生物学的观点 我们都有句话 生命会找到出口 所以 猪罗季公园也有这样 所以像举例SARS病毒 不是应该不是完全消失 只是没有传染到人类而已 那这次的病毒 所以病毒只要存在 就一定会有变种 像举例好 我们最大家最熟悉的流感 像流感大概每十年会有一个小变种 造成一个小坡流行 每四十年会波大流行 就是产生大变异 那这次的话 目前的话就是台湾包含这次的话的变种是D614G 那这也是造成美国大流行的一个变种 那这变种造成 他传播力的话 据文献指出是 也升行的3.7到8.2倍 所以才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严重 那台湾这次的话是 主要是D614G 然后再合并一个L45R的一个变异 那这个也是在美国的一个流行 所以基本上这些变异的话 以目前来看都是造成传染力增加 但是死亡率没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那现在我们大家非常 大家很关心就是对疫苗会不会有影响 那事实上目前以目前的文献的话 实验室的文献 还有些流行病学文献的话 以目前上市的一个几个疫苗 像辉瑞的啦 这些的话目前还没有影响 但是日后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是有机会的 因为目前的话包含这个变异的话 主要是我们在讲 它变异的话是在一个叫S蛋白的地方 那目前很多疫苗是针对这个S蛋白 所以只要它变异过多的话 可能造成这个抗体 没办法综合这个病毒 就可能会造成疫苗无效 但是目前状况是有效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 如果说我们能阻止这个一波大流行 就是说阻断它的传播链 那它没有传播链 它就不会再产生变异 就可以把它整个控制下来 但是如果说像全球还是这样 几千万几亿人的感染 一定会再产生变异 所以还是不能放松就是了 那可是请教王医师 因为病毒变异是 好像大家听起来 哇好多的数字这样子 什么D614 GL452等等的 好像都是科学研究的事情 但是它反映在医疗现场的就是 它好像症状也会变 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资料 就是说这个好像英国变种病毒 它就比较不会出现嗅味觉丧失 那其实从台湾大家一般的经验 我们从前年底去年一路过来 从一开始大家要注意这个 呼吸道疾病 上呼吸道的症状 然后嗅味觉丧失也是后来才发现的 那最近不讨这个事情 又变成连流鼻水都要注意了 那医师你们在第一线 你怎么样透过各种问诊 然后把真的高风险的 这个民众给捞出来 其实在台湾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兴趣很好 我们的病例数很少 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像 我们就会把它挑出来 那如果像在国外因为太多了 你就没有办法挑了 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TOCC 然后讲到可能 那他有一些传染途径 那如果像在高雄的话 因为高雄目前没有办法本土病例 没有一个人在高雄被传染到新冠肺炎 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紧张 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刚才讲到突变 其实按照物种的演化 它的突变大部分是会越变越弱 越变越没有传染力 是少数才会有越变越强 那那个少数他当然就以后 他会变成强势的族群会更多 所以搞不好他突变到最后 他会越来越弱也不一定 但是就是像刚才会认长讲的 重要的是预防针如果有效就很好 那我再稍微转回来刚才SARS 因为SARS的时候隔壁两位学弟都很年轻 民国92年SARS的时候 我还记忆很深刻 SARS的重点是第一 他真的病毒太强了 把宿主都SARS了就不容易传染 第二他一定会发高烧 所以如果不发烧就没关系 那那个时代 其实我们很幸运 我们有SARS的话 主任说太久了 国外连SARS都没有经验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是什么东西 那那个时候SARS大概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Nine 没有脸书 什么都没有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黄高斌教授我的学长 他帮我们上课 我们就做很详细的笔记 所有的谢恩尧教授 大教授在所有的报纸写文章 把它剪起来 弄成一本书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是这样学习的 那不像现在Nine 只要一分钟 全部大家都学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 甚至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阳秋新县长 刚才是没有合并 92年卫生局的疾管科 他就觉得说疾管科 怎么那么weak 他就赶快要改善 那那个时候 有很多别科的医生 他说我们不懂SARS 我们就关门起来了 结果很多病人 没地方看病 所以在促成我们PG1 PG2 所以让每一个医师 都是前科医师 每一个都会看 至少你发烧都会看 感冒都会看 所以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SARS就是像刚才 林军容会员讲的 让台湾脱胎换骨 而且我们疾管署 就所有的通通都合在一起 我们就全力一把抓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有造成今天 可以管制的很好 那理论上 林军容会员说 可能没有马上结束 我记得今年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讲说这个 我们在这新冠会员 可能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在台湾 在全世界是绕了三年才结束 也有可能三年 那我的老师陈述就说 可能要四年 所以但是我们当然说 希望越早结束越好 那很多人都会想说 有疫苗大概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样子 那我前一阵子 曾经在报纸上写 疫苗搞不好是台湾的强项 我们台湾真的是比较可怜 买不到 那我们尽量去买 那我们的好处是 我们目前很好 我们还没有需要 日本他一天如果有4000个案例 死了100个 这三天他一天死100个 我们按疫苗先让给他们 先让给那些危险的 那他们打完以后 我们发现哪一种疫苗最好 甚至有更新感染疫苗出来 我们来打 所以这样子也不见得是 很坏的事情 那前提就是 我们大家要守好了 对 好 我们 那个 就王医师 他太乐观 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 可是就是基本上 疫情持续在发展 但是就像陈时中部长讲的 我们要乐活防疫 因为看起来是一个长期抗战 不需要一下子崩太紧 但是有一些 个人卫生习惯 或者是说生活的作息的习惯 可能就是在这一波里面 稍微有一些调整 那我们就可以在 这个疫情当中 大家互相有一些调整 大家互相收拳 就可以把这个疫情给度过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回来 再整体的看一下 到底接下来下一段 是决战点在哪里 是疫苗吗 还是说疫苗来之前 我们国内 我们个人有什么可以做的 先休息一会儿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关心 这个COVID-19的疫情 那刚刚我们现场的三位来宾 三位医师都 帮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支病毒 它的整个的发展 还有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需要长期的抗战 这个长期 我们从疫情 2019年底到现在 已经超过一年了 那看起来 好像还需要再撑一段时间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我们最后再来问三位 可是我先问这个林医师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一开头 就回顾这个 布桃的这一个群聚感染事件 那医师大家也都同意 就是说这个变种病毒 它的传播速度变快了 然后潜伏期变短了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检测的方法是PCR 我们得先确认 有谁确诊 有谁不是确诊 才能够有进一步的疫调 防疫作为 可是当病毒一直变种 它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 我们现在仍然依赖PCR检测 够不够 还是说可能有一些快塞 包括血清矿体的快塞等等的 不同的这个检测技术可以进来 来让帮助我们可以更快的去区变说 它到底传染到哪里 然后要怎么做进一步的作为 你对于检验的这个看法 在我们说这个抗体的一个检测 它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PCR 它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因为我们说的 不管是这个我们去检测病毒的 这个所谓的核酸 这个基因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病毒 它的一些蛋白 就是我们常说的 抗原的一个快塞 它都是直接去测病毒 但是我们测抗体的话 这个我们是检测的是 这个人他感染了病毒之后 他产生的一个免疫反应 才会得到一个抗体的一个表现 所以抗体出来的时间 通常都稍微比 我们能够测到这个病毒的时间点 来得比较晚 所以在我们在整个 在病例的一个发掘 或者是说 做一些的管制限缩的情况底下 其实我们直接去测 病毒的这个基因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直接去测 这个病毒的一个蛋白 就是这个抗原的部分 这个对于我们早期去发掘病例 这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应该还是 尽可能的去改善我们在 在侦测这个抗原 或者是侦测这个基因的部分 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效率 然后缩短它的一个 报告的一个时间 然后增加它的一个特异性 增加它的一个敏感性 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努力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像部桃 他们第一波这个居家隔离的 已经起满了嘛 接下来好像会有 每天可能就是很大量的检验 那我们一般现在还是隔离期满检疫 还是以PCR为主 是是是 所以那个大概检验需要多少时间 可以知道的结果 我们目前 那个速度够吗 因为我们目前以台湾的这个 我们疾管署所颁布的 这样的一个检验的条件 它必须要检测三个不同的 一个基因的片段 那这也是避免所谓的 这个所谓一些病毒变异之后 我们在侦测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 尾音性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各个实验室遵照这个要求的情况底下 一般它操作的时间 大概需要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那当然这个时间 其实也是相当的快 它不是在立即的一个医疗现场 要马上做一个判断 它是在这个解除这样的一个 居家隔离的一个情况底下 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所以其实在全台湾这么多实验室 大家一起来处理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有这个量能来应付的 所以这一波应该是够了 是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就是全球的趋势 这个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他做的这个全球的调查 经过了一些统计跟图像化的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曲线呢 就是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的 这个病例的趋势 那每一条线代表一个国家 这是十大疫情前运国家 他每天新增病例的趋势 那我们在右边看到 这个最高的这一条 草绿色的就是美国 然后中间第二个高峰 那一个深绿色的那个是印度 那整体看起来 我去看这个资料 我才发现原来这段时间 从一月以来 大部分的国家 他新增病例 每日新增病例已经有降下来了 就是看起来 因为我们最近这一个礼拜都很担心嘛 因为布陶的这个本土的这个群聚 我们都觉得好像疫情升温 可是好像这十大国家里面 大部分的国家 每日新增的病例的人数已经降下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是印尼 因为印尼跟我们的交流比较密切 我们很多家室移工都是从印尼进来 那印尼是比较特殊 就是它疫情仍然还在往上走 就是每日新增的这个病例的人数 都还是在增加当中 所以我们目前印尼移工 暂停输入这个部分 也都还没有取消 还没有再开放 那所以我想要请林副院长 来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大流行 然后要撑住 要这个乐活抗疫 乐活防疫生活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从这个十大国家的这一些 新增病例的趋势看起来 大家都下降了 是不是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这个病例 就是这个流行已经稍微有点收敛了 还是说是人为的介入 因为大家开始打疫苗的关系 其实会感染的 我们都讲有三个要素 一个就是微生物 一个是宿主 就是我们人类 第二个是环境 那这个要有三个条件成立 才可以造成一个感染 那目前像美国下降的状况 第一个因为它感染人数 已经相当相当多了 所以我们想易感族群 就是说会感染的 很多都已经感染完了 这可能是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因素就是疫苗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现在是非常严重 那他们就是疫苗的话 拜登有宣布要打了 对对对 加速 对对积极来这件事 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个有一定有一个相当的一个作用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包含刚刚不管打完疫苗 或是说之前感染过 会造成一个群体免疫 那群体免疫的大概 就是有保护力的人数 可能要达到六成以上 甚至七成以上 才有办法 所以如果达到一个程度 它还是会下降的 但是包含像其他国家 包含像印尼啊 或是一些其他国家 有可能 好像西班牙跟葡萄牙都还在往上走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都还是需要观察 那疫苗当然是目前 就是除了我们的隔离啦 感染管制 就是臭事以外 大堆基于后望的 后望的还是疫苗 就还是要靠这个 对 医疗的介入 人为的介入 才能把它控制下来 这样 来王医师 我刚才也是 你是乐观派 对但是疫苗买得到是最好 我也是希望我们早一点买到疫苗 我们大家都打疫苗 我们的经济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买不到的时候 我们当然我们就是觉得 我们是相对有本钱 晚一点打疫苗的国家 那我是今天也做一个表格 给大家看 这个世界上现在 有1亿的人口 那死了200多万 死亡率2.13% 那美国已经2600万了 死了44万 那英国的话 他好像昨天死了10万 首相有出来道歉 因为他们就是说 本来就是说 喂喂大家都有抗体 那台湾是全世界 第180个多的 台湾到今天还不到900个人 得到武汉肺炎 而且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的 那死亡7个人 所以我觉得台湾已经很好了 那大陆的话 他如果统计数目正确的话 可能刚开始 他武汉肺炎刚开始 所以死亡的人口比较多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你不觉得我们台湾 好像很奇怪 就是少得很少 连日本 他们都38万了 然后死了5000多个了 那最近这几天 好像每天都差不多100个人死亡 那西班牙 那个意大利死亡的人口 死亡率是稍微高一点 可能老人人口比较多 那这个的话是 到昨天的data 那大概 我还辛苦 把去年 去年3月27号 在这里来不开讲 做了看板找出来 那时候美国才6万9千个 我说方星为爱 那个时候我们也预测说 印度印尼 那个时候都没有case 印尼那个时候才800多个 印度那个时候才600多个 我们也说会很严重 所以跟我们想的都差不多 为什么你的预测是基于什么 人口密集的 不是 这个穷的国家到最后 它就会穿染过去 然后它没有钱打疫苗 它的医疗没那么好 甚至它的统计没那么好 所以这个疫苗 我们话说回来就是 有钱的国家不要买的太多 那给需要的国家买 像加拿大好像买的太多 大家就会讲话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 穷人要帮助贫穷的 富有的国家 帮助贫穷的国家 那疫苗给最需要打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地球存世界一家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甚至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 这个是那个时候 3月6号一样的看板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抵抗 我老妈90岁都知道 请洗手不要出门 保持社交距离 那有症状的话 就赶快给医生看 危险就要扩大范围 通讯诊查 那个时候我们都讲到 差不多禁止大型的集会 像现在我们过年就不要了 所以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这一点 这些防疫的手段 其实就是老生常谈 但是要做到 台湾真的是很好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 牺牲一点点的自由 自律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是 这样子继续过着 给别人好很多的日子 来 李医师 要不要帮我们算命一下 就是本土已经五天是加零了 你觉得不逃这一波的疫情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放松 我觉得就照部长所说 我们观察到2月4号 这是这个第一个时间点 那快要过年了 我们还是持续做好 边境的管制 然后社区的一个防线 在医院里面 我们会持续落实 这些分仓分流的作为 那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来源 我们也是扩大